請就坐 請就坐 好 我們繼續再來上 這是ECFA ECFA是2011年 1月1號生效 2011年元旦 現在多久了 整整4年了 你看這個 這個 中華民國的高官 說什麼 劉毅如 劉毅如 劉毅如不叫他 在那裡 管所來的 台灣邁向四小龍之手 這位家 最重要的是 中國時報說 未來五年我們 GDP 四小龍之手 2011年 劉毅如說 所得三萬美金 四年有萬 三萬美金四年有萬 大概十五年前 至少十五年前 國民所得一萬三千美金 請問那時候 薪水多少 大學畢業生出來兩萬多 一萬三千美金 你知道現在國民所得 多少 兩萬美金 這個大學生出來 兩萬多元 奇怪 十萬年 國民所得多七千元 多了七千元 跟我們薪水沒有多 這怎麼算 那財團 那財團賺的錢都拿進來 平均 每個人變 兩萬美金 那老百姓 如果沒那麼多 國民平均所得 多了七千美金 如果說真的要這麼算 我問你 現在每個人 一個月要多多少錢 七千 七千美金多出來 除以十二 加差不多五百塊 五百塊乘三十倍 萬五 最少要加萬五塊 薪水啊 跟十幾年前比起來 每個月要多一萬五 有沒有 沒有啊 這條魚 財團跟政府 掛工 所以柯文哲現在在創這齣 真的是好戲啊 大家好好看 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 兩岸中國人 聯合欺騙台灣人 攻佔釣魚台 這是什麼人 謝昌廷 謝昌廷也回到中國 回到中國的任主貴重 亂來 謝昌廷你根本就不是中國人 你本土台灣人 拼圖住的什麼字 我忘記了 這個 現在民進黨的 叫一個 拿吉他的 這個秋垂針 不要聽過 民進黨如果是 在大人選機 如果選了不好 就趕緊把中國做生意 他淹一下 中國人 就知道 這個有點利用 參與的利用價值 所以 絕對讓你做生意 做得很成功 你回來又翻身一下 抱中國大腿 抱中國大腿 那紀望民進黨 帶領台灣走出哪裡 民進黨只要把台灣人 走進中華民國的死胡同 民進黨 台灣決議文 現在中華民國 台灣 台灣的國 我們叫做中華民國 主田獨立國家 亂來 總統翻兩句好了 欸 這是什麼人 習近平 連戰 喔這個 對啊 唉 這是什麼政治和尚 這是什麼 連勝雲 你看 後面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們如果 這個要中國你們翻兩句好了 誰啊 宋楚瑜 柏台銘 吳柏雄 這些人都跟中共搞在一起 這些人有些都是本土他人 你說連戰感不是本土他人 應該是 沒有 那是白骨 這吳柏雄 這邊是白骨 吳柏雄 真的沒有脖子的雄 本土他人 他們阿伯 他們的親阿伯 他們的親阿伯 他們爸爸的親哥哥 他的親伯伯 他爸爸的親哥哥 二二八受難者 躺庚庚 棄屍在淡水河邊 聽說底下被割掉 他竟然沒有 他竟然沒有懷恨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剛才說的十二根柱子幾隻 其中一根這個 給你看 跟你講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簡單講幾個 滿清來台灣人都是公的 不可以攜帶劍術 對不對 我都偷渡課 流汗腳 在那坐監飯課 被用痛氣的 你怎麼趕快來 正成功時代 正成功時代 有沒有帶一些人來 有 那也是來在開墾 主要是開墾 主要是開墾 主要是要什麼 要反親父母 他到那些 貧埔主委 其實也都發援界限 但是人手不夠 我叫他貧埔主委 才會到政產 視信 那都叫正成功 正成功 滿清國 來視信 好 我們現在說的有 大安威 其實我們這不是大安威 這閩南話 都中國有 真正的台灣話是高砂族的 還有貧埔族的 請問各位 高砂族的話 還多多少少 還可以講一些 高砂族的話 那載著貧埔族的 你會講什麼 跟他笑 為什麼怎麼沒有貧埔話 貧埔族的話 都正成功 你帶一些人 你們這裡的公民安威 你怎麼會教 你怎麼會教 教敏安威 你們這裡講客家話 你們怎麼教客家話 台灣人又會分化成 敏安人跟客家人 馬關條的正式做一個 林馬利的基因研究 抽血85%以上的台灣人 都是貧埔族的 我們找一個 我們西亞在這 日本禁國神社 不是中華民國的 什麼 什麼 綜藝史的 不是 來問個問題 日本跟滿清國 甲午戰爭 簽訂馬關條的 滿清國的皇帝 將台灣全島跟澎湖 永久隔壇給日本天皇 是非題 對不對 對 中華民國交的 錯了 錯在哪裡 這個伊藤保恩 李鳳張 錯在哪裡 看幾毛就對了 馬關條也對了 中國叫馬關 日本叫下關條 日本 日本的下關 哪裡 都一樣 重點在哪裡不對 你看看喔 不是全島 答對了 只割亮 六個 其他都不是他的東西 那高三 高三族的活動範圍 人家掛掛掛掛 說那些都是我們滿清國 都讓你們 日本人去管 亂來 所以 滿清國 大清帝國滿清國 統治台灣212年 從來沒有用台灣 從來沒有統治過全台灣 那統治六個 他能臀肯去哪裡 等一下 綠圖 不是全島 全島是錯的 這裡 這裡而已 還有一些宜蘭 去中央山脈 跟台東花蓮都沒有 所以你看 中國廟 都在西半部 你花蓮台東看多少中國廟 哪有都民國改的 中華民國 民國幾年 來西半才改 漢人趙那 那人去的 沒什麼中國廟 沒有 所以真的都要念念 你看這個 鄭成功實在 鄭成功在這裡 鄭成功啊 我們 鄭成功關乎台灣 民主英雄 鄭成功關乎台灣有沒有 亂來 關乎台灣 關乎台南 關乎台南也是錯的 為什麼關乎台南錯的 什麼叫關乎 什麼叫關乎 曾經失去 後來又拿回來 我問你鄭成功 什麼時候 曾經失去過台南 你根本就佔領台南 你都怎麼歪掉 真的是 亂講一通的 這些人 這些還有 這些還有什麼 西班牙 荷蘭 葡萄牙 都在那裡 贏贏過 大都王國 他這人是台中 這人叫大都鄉 屋子鄉 大都王國 其實真的 他是一個 我們台灣都是一個部落 因為這個大都王國 把台中地區有好幾個部落 都編織在他底下 歸他 歸他所管 不過這也不說太久了 後來就 我們都沒力了 其實 台灣如果這個大都王國 可以統一全台灣 全台灣都歸他所管 我跟你說 我們真的在台灣國 也不會變日本帝國的領土一部分 就是我們四百年來 我們沒有一個人 有辦法統一全台灣 不是這個 因為少數幾個部落 聯合起來 對 他這大都王國 在我們家的主婦比較特別 我們家的主婦有寫到 我們家的主婦說 我們跟大都 翻 那個叫幻王 大都翻的幻王 我們有跟他們聯姻過 他說他的女兒有來 嫁到我們家族這邊來 我們的主婦是寫得很久 寫了兩百多年 在正成功時代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在寫了 我們家就開始在寫了 我們都開始寫了 我們家的寫了 我們老婆過去外面 又去出一些主料 都出口回來 可是看完了主婦之後 有一些我覺得是很氣憤 因為 朱一貴 林爽文 戴朝春 台灣人搞革命 其實 最後都沒有失敗 都沒有成功 因為都什麼 滿清人怎樣 都為中國一直派兵過來 他就撐去了 那一些台灣人會怎麼 會被分化 那像林爽文 應該是林爽文 林爽文也打到 林爽文是大理人 台中縣大理人 因為他在這裡打了一陣子 然後我們老是 我們是住中華的 聽說我們就當時 我們家沒有跟他合作 我們是住中華的 他說他要打退 南清國 要把清朝帶出去 我們沒有跟他合作 我們是屬於總理 我們別人在說 現在台灣家的一些 祖先的夢 滑滑起來 洩憤 其實我們家的祖母 我們現在已經到 第十幾代了 可是我們的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的祖先的墳墓 我們都還留著 200萬年 不簡單 我們是比較特殊 真的有大度亡國 來看這個 1896年1955年 1896年 1895年馬關條 來 這個是日本總督 給的一份公文 他說本島台灣 廟 公廟寺院保存 一些公告 說這些公廟 這些寺廟 是我們台灣人的 基本的宗教文化 說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拆除 要給人家保存 好好的 所以我們在台灣 為什麼有很多 清朝 清國時代的廟宇 這個雍正 這個乾隆 這個家庭 因為日本人來說 保留人家的文化 保留人家的宗教思想 看這個 1955年 這個澳大學 中華民國來了 以下什麼 關羽神社排榜鳥居 獸獻登柱 點點點 日本的遺物 對我文化民族 有深遠的影響 通常要拆掉 你看 這兩個國家的文化差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 可以看都幾乎 幾乎都沒有看到 什麼那個什麼 那個 外面 日本留下來的建築 都說了 消滅你的文化 你最好忘記你的母國是誰 意思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看看 其實我們台灣 開始有歷史記載 四百年來 都是在被外族統治 但是至少日本人來的時候 我們一尊 我們是比較滿意的 所以我們老一輩很滿意 很懷念日本人 因為真的日本人 把台灣人帶領到一個 真的現代化的國家 而且還舉辦世界博覽會 我們現在留下來一些建設 其實都不是中華民國的成就 它是都要求日本人的東西 沒有我問你 台鐵 鐵路 我們不是走路都靠右邊 台鐵是靠左邊 飛車靠左邊 你有注意過嗎 日本人留下來 日本人就靠左邊 你看中國人來就這樣 蓋廟啦 抽水啦 一些流亡人士 走來這裡 腿能吞打 中國人來多久 正成功23年 滿清212 中華民國再來70年 到達超過三百年 我們他人要數歲而已 日本人來50年 建設成現代化國家 要比較算嗎 要選日本人 做中國人 來看看 新店碧壇吊橋 這舊照片 昭和12年 他錄掉了 變成民國25年 你看 不知道說 你看 民國25年 你看 我們走到台 中華民國 你看國人在台灣 對不對 國人是日本 竊佔台灣 你看 你這樣說的 又翻過來 再說 怎麼有魚 你看 路雕魚 現在又在那裡 有眼影看 我看這個 這是什麼 東西 橫貫公路 這是什麼 這是一樣的 這是日本人 我在說 橫貫公路 不是在那邊 那些農民開造的 沒有這什麼 以前有陳水扁 做貝寧總統 貝寧總統 台灣歷史 才被真正大量寫入 教科書裡面 陳水扁在當總統的時候 有一本教科書寫 有寫這個 日本人 建設中衡 但是馬英九做總統之後 沒有了 沒有了 這個什麼 日本人建設中衡 沒有了 那科書都找不到 夭壽了 這不是中衡 什麼 農民 蛤 對啊 來 這是什麼 這是玉山 這玉山 玉山現在是這樣 以前是這樣 中國人來的時候 卡住去 剛才魚肉 魚肉刃 後來地震換這個 都來洗腦 紅葉哨棒隊 這個家農 我問你 以前都說 紅葉哨棒隊 什麼台灣的什麼哨棒 十足 從紅葉哨棒隊開始 自從這個家運動說 這電影照出來 只想說 紅葉哨棒隊 就是 這在洗腦 這在洗腦 沒關係 回去了 看就好了 來 現在我們換個角度 來看一下 台灣的現況 我們已經知道了 其實外面的人 很多都知道 中華民國不是個假國家 不過台灣人無奈 台灣人也不會想要去 跟他搶麻煩 人家上班就好了 我們每天都出去講班 相關不都一樣 對不對 相關都一樣 我們要做事 我們要吃頭 政府也不會我們家了 是啊 相關都一樣 不過福利絕對不一樣 對不對 換個統治者 你享受到福利絕對不一樣 這叫你 這應該不是很老 中年事業 老人家 照顧老人家 關屋的 去吃飯 哪一種都吃 這個官廳是那麼大 現在又撈一撈去 那為什麼這麼高興 沒辦法 都要外面就業 鄉下沒有工作 中華民國都不用管 老農年金 那要三千元 請這裡有的 請一些外勞就不夠 有什麼吃飯而已 看一下這個大學生 我們家只比棺材大 台北農民 農民 那大學生 畢業後馬上要還債 因為助學貸款 台灣那些大人長健保 說要回來 不知道誰在喊的 可是你看看 要照顧中國來的留學生 加入健保 還有保障 聽說一國會到達 這國會到達差不多保障三萬塊 這天他在討論三萬塊 保障一個人三萬塊 你們就戰敗過 他不敢跟你說 你們就皇民一定戰敗過 好 戰敗過 好 沒關係 你們一天不要把我們北投的到頭上 把他的謊言通通拆穿 到時候中國人走在路上 頭頭的的都不敢正眼看我們 這個竟然會騙 會吞打 蔣偉 給錢 給工作 給拘留症 我們現在都要靠 你都已經知道他真實身分了 你還留他幹嘛 他也沒有對我們好到哪裡 他就抽水而已而已 只要關山溝結 其實我們人好起來 好起來到變過 你想看日本人有好起來嗎 冰天雪地 那一年農舟一次收成 我們可以兩次三次收成 我們又很困難 我們為什麼沒有比他們好起來 太早了 走到哪裡去 像這個出去也都沒有身分地位 台商 暴動 中華民國的立委就開始問 立委還能開始質詢 我們已經在緊急聯繫怎麼樣 聯繫打到那邊辦事處 辦事處就掛掉了 不像腳去找那個 越南的政府 我們就是國家 像這個菲律賓也一樣 像這個 楊淑君 奧運 不是那個 2011年 你看 2011年 你看 亞洲跆拳道 亞運跆拳道 本來冠軍後來沒有了 都不敢去討 你看 所以你寄望這個中華民國政府有個屁用 說我拍照這樣 他對內 騙你 官商勾結 對外 都不敢 替台灣人 發出一點聲音 主持一點公道 他不在調 那你還計算這個政府幹嘛 來看一下 軍公教 勞工 有什麼不同 來看一下 我們勞工 在座的很多都勞工 四十五年 二十歲開始 退休 結果領十五年的年資 兩百四十三萬 你知道阿平哥 做軍人 四十三歲 退休 好運 領三十七年年資 兩千多萬 四十三歲退休 這是真的 這不是我不會說的 我一個青青 台北科學 去科學 莊政理工學院 真的四十三歲退休 外跳跳 天天在家裡 玩股票 這樣 一直打軍校 你家有水電會 全部搬起來 公職人員 公務員 有零二十五年 一千六百多萬 老師 教三十三年 領兩千多萬 你看 我們都兩千多萬 平均兩千萬 你們這兩百幾萬 所以你們家 如果都說 你要做十的人 十的人認真做 才有領這些錢 人一人就可以了 你要做十的人 一天白說 會破產 破產 你不猜你的 破產 破產 這過年過節在送禮物 這是退府會 農民之家 行政院退府會 農民之家 那些老蝦 那些農民 過年過節 國民黨人 穿衣 那些什麼 剛才的那些人沒有 那些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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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那些人 你去改了不敢告 你看 黃世民 這張你家的插櫣 有沒有 他抢退休 他可以多零多少 多零五百萬 像張你家還要貪的 什麼 頂薪 圍衝 伯母要加班的啦 釋放的啦 整個都在那裡而已 待會兒看看就好了 反正你也不會打擾 我都黑皮皮了 像這些 這些都本身他人 至少都是 他的內心或許不是 有出台的事情都怎樣 都輕輕放過 西文炒很大片 最後輕輕放過 有錢在黑色啊 所以頂心集團到現在沒辦法翻過去 全台灣所有公務體系 只要跟我頂心有關的 只需要 只要你要蓋印章 我都給你錢就好了 我頂心要辦這個啦 你幾人 你要 10個英雄好來 一張電話來 兩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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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偷的 要不跟我們 五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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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偷的 那就好了 像你那樣用錢來講就好了 那不痛不癢 那賺的 那那麼多 那現在不知道有 我都不知道 反正新聞記者不會去查 怎麼說這個 你自己看就好 只要是中華民國主政 所有的工程預算 都要追加 對不對 還延期 還追加 其實他都做什麼 那都在分章嘛 所以柯文哲很期待 他要查這個 我說 柯文哲他不需要有什麼政見 他不需要有什麼遠大的理想 他四年查必案就好了 他四年查必案就好了 台灣人就永遠紀念他了 對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也要有什麼很宏偉的什麼建設藍圖 那美國人叫我們怎麼做怎麼做就好了 那都一樣畫葫蘆就好了 那都不變成功了 那都政治素人 對不對 大家就查不完 光這個就可以把多少錢 找回來 對不對 台灣人怎麼不會過得很舒服 看這個 國民黨 什麼黨產歸零 大家要選去的 說要當產歸零 大家說是你 那當產歸零 這次要代表你 選了之後你看 Pew姐變三倍多 自從馬英九當上之後 國民黨的當產變三倍多 那些退休的軍官都做這個 都開分公司 繼續再贏錢 今天四十六 一個月十七點五萬 大家人的錢都要撩去 黨產歸零 都親菜畫回來 沒有時間表 說沒有時間表 選票騙到就好了 台灣人都健忘 好片 好片 跟你講一些歪的道理 都 講一些錯誤的東西 都相信他是真的 跟你講真的 你都叫不會 都不相信 對啊 這樣 吃的話他會聽 人講不聽 誰講哭哭 這樣 那台灣人 從未說 黨產歸零 群零 我們去看吞大 不知道 像這個一樣 康師傅 林心的 大統 連勝倫 你怎麼有鐵仔 這本人比較多 這是政治獻情 我們來看這個 這是 1991年 1991年 蔣經國 李登輝的時代 對 李登輝的時代 才有改善 我們來看 兩蔣時代 公務人員 不要說你不知道 以前兩蔣時代 公務人員是按照 中國省級比例分配 你知道嗎 來 江蘇省可以這一次 譬如有一次考試 來今年考 高普考來 江蘇省可以分配到 44個 湖北省的24個 貴州12個 台灣8個 什麼 現在什麼 全中國大陸都來考 不是 在台灣的流亡難民 加本土台灣人一起考 你流亡難民 來列列籍貫 江蘇 江蘇 來這一區 結果那一次江蘇的 來了40個人 你錄取44個人 40個人全部錄取 聽懂意思嗎 台灣人來幾個 你自己想看 都也本土台灣人 我們不用多 我們公務人員 假設 一萬人好了 假設一萬人來報考好了 一萬人來報考 我問你 敢不敢有千人是本土台灣人 敢不敢有五千人一碗 五千人 來 來 五千人 五千人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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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 peuit 餐嚴 有個五千人 都分業 你的 intake 成績 540人 那個報考 人數比他們多 武漢 540人 你看 那個公家 nighttime 如果說 你聽這麼說 還在八千 滴 einer 一堆都也是 就這樣 人家有每次很認真去考試的人 你分年了 你的保障名額 你很認真去考試 我們才八個人而已 因為不公平 所以李正輝知道 李正輝說 哪有這種事情啊 這樣不行 取消 所以現在 不會啦 公務人員好像沒有那個老 腔掉那麼嚴重 慢慢代謝掉 退休掉 台灣人要去自己爭取 看這個 省政府 2014 省政府中心新村 那不撞掉了 哪有 動省 來台灣省政府今年 2014去年 1億6千亂 人事費1千亂 平均每年薪120萬 年薪120萬 一國多少 一國十萬 你們家整個口罩多少人 一國而已十萬 都創這個 一國而已十萬 你看 費神沒辦法 動省 動省又繼續在那上班 繼續領錢 對啊 錢什麼人 這種政府不得好好出 你看 你家很多 一百七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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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選舉 來 選舉你不知道 來你看 個人一票補助30元 政黨一票補助50元 馬英九 六百八十九萬票 蔡英文六百票 六百零九萬票 來你看 馬英九個人 兩億 六百七十三萬 蔡英文一億八千萬 只要給他個人的口袋 口袋裡面 所以蔡英文哪裡還上班 他如果算一次總統一四人不用做事 還有政黨 政黨可以領這個 這是五十元是一年 如果轉三四年 這乘四倍 這都乘四倍 這次從哪裡來 國民黨的黨庫 最好是 中央民黨要稀金 國民黨黨庫也是 大家人的稀金 你怎麼偷吃去的 大家人很好人 大家人要走出 大家人要搞建國 住民自覺建國 台灣獨立國 重返聯合國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民進黨也很認真 民進黨成立那麼多年 民國七十五年開始成立到現在 其實民進黨還不成立的時候 還不叫民進黨的時候 還叫黨外的時候 我們家就加力了 我們家是多四個 我們家每一個人 從來沒有一張選票 投給藍色的 但是我們現在不在選 我們自從加入民政 我們就不在選 這個 中正廟 這個 在台中火車站也經常 插一張機 台灣獨立建國 這太好 這哪有好早就好 那這哪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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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麥克風在那裡說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交到聯合國 клад一個風現箱 咁 大家掙掙掙掙掌 一百可也落過來 五十可 infamous 六vine 開 Aman 91 拿回去 18年開始也沒有說要加入聯合國 從來都沒有的 那為什麼以前要加入聯合國 民進黨搞不清楚 台灣人搞不清楚 加入聯合國是一條死路 因為不可能 因為你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中華民國已經瘋了 你台灣也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根本沒有資格 1989年的看 就是蔣經國死掉了 李登輝上台 那時候台灣 李登輝一上台 我們就開始在吵 我們要重返聯合國 我們要加入聯合國 新聞部長在吵 要有兩個人在電視上公開辯論 一個叫謝長廷 一個叫張孝遠 你不知道有聽過嗎 公開辯論 電視全程轉播 隔天報紙全版刊登 辯論內容 兩個人要辯論 謝長廷說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 要走入國際社會 就要加入聯合國 台灣才有未來 什麼生命共同體的 要開始走出來 張孝遠是說 台灣不能交到聯合國 中華民國不能交到聯合國 交到聯合國是 自取其入 就是張孝遠是堅持 不要加入聯合國 不要去搞 不要去管聯合國怎麼樣 不要去加入 不要搞這個動作 民進 請說要 要開始辯論 各位 做何感想 那當初年過了 張孝遠 你國民黨 你不是最愛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不然要交到聯合國 我們是一個國家 我們來不交到聯合國 張孝遠你是做什麼 來民政委才發現 張孝遠你對 張孝遠你對 你真的了解你們中華民國的身分地位 你知道你不可能交到聯合國 那共產人要交到聯合國 那共產人要交到聯合國 所以他們要流行人 他們要流行政府 他們要難民 他們都知道他們的身分地位 那共產人 那共產人一個人說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的人 那走不出去 白了工的 那這 美國台灣政府 這由我們這裡走出去 奇怪 在上課 上課 還在台灣獨立建國 我去衝一下 那共產人在佔領中心 就是什麼叫他們抓去了 這樣法院要在起訴 那美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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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早上給的 就抓下去了 你知道 那這樣對我們民政務不好 因為美國說 我讓你們在那邊上課 你都帶我去那家 政權交給你們 那怎麼可以 所以就這樣八個 來看一下 其他人怎麼講 講台灣地位 那你習慣有限 布希 大家知道嗎 會在那裡 時間到 要把流行政府趕出去 阿扁 中華民國是流行政府 他們當過總統之後 可能去有總統 有翻開一些什麼檔案 唉唷 這是流行政府 那是人的代管 那總統就走了 要怎麼 對不對 戲總要演下去 就繼續再拚 大家人家說 繼續再講下去 好 蔡英文 阿扁選的事情 中華民國是流行政府 他參加選舉 他就說 中華民國不是流行政府 中華民國是台灣 台灣是中華民國 你會怎麼調出來看 這個電視新聞 你也可以調出來看 說兩套位 騙票 大騙集團 來 2004年 美國中醫院 國際關係委員會 舉行一個台灣問題 聽證會 美國 繼續維持一個中國政策 本來就是一個中國而已 哪有兩個中國 中華民國 他早就被騙了 他已經不叫中華民國了 中華民國是在台灣這樣騙的 他叫什麼 台灣自體當局 你去翻台灣關係法就這樣寫 台灣關係法往上找就有 這個潘基文 聯合國秘書長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所以你不要害怕 他廟就在吃 他吃就變成什麼 侵占人家的禮物 台灣獨立議會戰爭 2007年美國國務院 台灣跟中華民國都不是國家 我們要充滿亞洲 第五點 美國司法部國土安全局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台灣目前只是美國認同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 佔領跟統治 你們說中華民國 其實是我們美國同意他的 其實也不接中華民國 那是你們在說的 在美國的心中叫做什麼 台灣治癒當局 台灣人就犯了 斯德哥爾摩 那種糟蹋 十幾個月後說 那像那個罪犯人 港國的 維德寧 亞太資深主任 聯合國要國家身份 你怎麼說 你我也不進去 你台灣為什麼進入聯合國 美國 每日安保條約 文件解密 日本所謂的遠東 包含台灣 來看這些我出品 2012年 美國國務卿西大會 南海爭議 他說 你中國 你怎麼一天 會不會槍聲 槍聲你擁有南海主權 譬如楊潔虎說什麼 美國你不可以把南海問題國際化 我都說有人 這是什麼意思 阿強啊 你不是說 南海是你們家的 為什麼不可以國際化 如果你們家的東西 打官司就好了 對不對 為什麼不可以打官司 那不是你們家的東西 你想用騙的嗎 我大家騙過嗎 變你們家的 中國人都在搞這一套 來2004年 美國巴威爾將軍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沒有想要國家主權 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內 欸欸欸 什麼境外的國內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 你看這麼奇怪 這個有沒有講錯 還是翻譯錯誤 沒有錯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參議院跟眾議院 投票 表決 通過 美國總統 發佈 好 開始實施 台灣關係法 不是針對中華民國 不是針對中華民國 不是針對台灣嗎 你怎麼不叫我們立法院 立法委員去審核 這美國所有就算 所有就算 台灣就要乖乖執行 中華民國就要乖乖執行 剛才有說過了 中華民國就美國小了 怎麼會這樣 怎麼國家所有人小的 沒道理 那就是國家 你自己回去可以翻 來另外一種護照顏色 金黃色 旅行證件 流球列島 美國民政府 佔領區 沒有護照 要發 旅行證件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要發行這種金黃色的旅行證件 你可以申請 不知道搞幾半 那要尋求如何回歸正常 流球反韓模式 流球也是一樣 救美軍佔領 接下來行政要給日本 尋求這個模式 流球怎麼回歸日本 台灣就怎麼回歸日本 那就對了 不過我們最後要變成 日本的一個島 一個省份 應該是目前不可能 至少我們有生之年 應該是看不到 因為我們漢化 中國化太深了 可能先用幫臉 台灣的國際地位 說這麼多 你如果回去 怎麼再去研究 你把這幾個重點先抓一抓看一看 你操就知道了 馬關條約 民治憲法 實施民治憲法 舊金山合約 最重要是這個舊金山合約 這個就比較清楚 日華台北合約 中華國跟日本 台灣關係法 有人說 你怎麼會對 一生 中華民國都沒有在說這個 中華民國給它說這個 日華台北條的 開羅宣言 波子坦宣言 你也可以開羅宣言 波子坦宣言 你也可以上網去查 認真的 一致一致的看完 你就知道 這實在不好 這開羅宣言 這怎麼實施 我們沒有特色 所以都叫中華民國騙 網路掉出來 中華民國講什麼小話 不用聽 開羅宣言 沒辦法實施 就是沒辦法實施 裡面的文字內容 你就知道 來美國憲法第六條 美國憲法 即依憲法所制定的 美國聯邦合眾國的法律 憲法跟法律 以及美國聯邦合眾國 已經締結 或者降壓締結條約 都是全國最高法律 所以就近山合約 是美國跟安定而已 所以他要幫成一個 等同美國憲法一樣 要認真執行 所以我們台北政府 有辦法去控告美國 主要就是 就近山合約 是你簽的 你們憲法第六條這樣講 所以無庸置疑 就近山合約 是可以約束 美國所有政府機關 你就是要照顧來 你不可以幫到美國賣付 而且無影無七十年 沒人戰爭再還那麼久的 對不對 贈書贈書後 各地賠款 沒那麼久的 你看看 你看看 中國人怎麼講台灣地位 來 蔣經國 1949年 1949年 來台灣 你當都要大逃難 蔣經國日記 蔣介石對蔣經國說 美英孔我不能固守台灣 使其太平洋海島防線 發生缺口 寂寞由我交還美國管理 齁 交還美國管理 那你中華民國怎麼 因為我台灣主權 就是沒有他要交還 來 自己查 第一冊 446月 來 6月18號 來6月20號 講點鈴 下次記 父親接貨 我駐東京代表團來電 稱 台灣門軍總部 對台灣軍事頗憂慮 並有將我移交 門國或聯合國 戰管的疑義 你一一 父親很憂慮 我們都要來拖回來 你們這沒好 你們這來這裡 你這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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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變成人家 國有都變成人家 我們要來打出去 反而要死 結果什麼人出面 宋美齡 其實台灣人齁 台灣人最大的 冤有頭載有主 最大的載主源頭 就是這樣 宋美齡 真的 他還甚至用他的身體 去換他老公的代理權 該你一場 來ROC 蔣介石 1949年3月宣佈辭職 他已經下來了 是這樣的 結果 1950年 他說復刑事實 如果我們 歷史課本也這樣想 你看 1949年12月 李中仁逃往美國 沒有來台灣 那當初的中華民國的總統是李中仁 不是你蔣介石 那李中仁有來台灣嗎 從來沒有 就是說那這樣中華民國根本就沒有來台灣 中華民國根本就沒有逃往來台灣 答對了 那為什麼叫中華民國在台灣 借殼上市 拿人家的新主牌 說那個人家的生 說那個人家的祖公祖母 聽懂嗎 所以中華民國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來台灣 中華民國在李中仁逃往美國之後 也沒有成立流氧政府 所以 從那個時候開始 真正是斷氣 可是有人借屍還魂 講借屍 復刑事事 所以公開採訪都穿軍服 欺騙民軍跟國際人士 一陣陣地位是怎麼樣 佔領日本台灣的軍事總督 他民政有一旦執政 第一個要見 中華民國還沒寫的歷史是科文 都燒掉 重新編寫 陳陳1949年 陳陳在台北就是 1949年 使台灣成為一個 復興中華民族不包蕾 來耽誤復興中華民族的使命 對喔 要關乎 解救苦難通報 關乎大陸 1月5號 1月13號 蔣介石快卡電 欸欸欸 台灣 在對日合約未成立之前 不過是我一個托管地帶性質 怎麼可以說 絞共的最後堡壘 你看 蔣介石也很懂啊 那就是台灣不是他東西啊 可是為什麼說台灣 最後說台灣是他東西 他不走啊 他不騙怎麼可以 他不騙什麼還可以 那個時空背景 大家都一直研究一下 真的 人家為自己 來 1950年33號 蔣介石在陽明山 對文武百官辦一個演講 父子的使命跟目的 那就是這裡 有沒有這裡 有沒有 父子啊 復興 復興世事啊 你說什麼 我們的中華民國到了去年 已經隨著中國淪陷滅亡了 你自己說而已 對 結果咧 5月28號 美國國務院向菲律賓 敬寧洛總統問 是否願意接納蔣介石 跟他一些官員 到菲律賓流亡 那真的有嗎 真的沒有 要讓他走 要叫菲律賓 知道蔣介石是 真的是 本舍 他說什麼 可以 兩天 兩天是要逃亡的 不可以去 結果就是台灣 留在台灣 要怎麼留在台灣 宋美林就出馬了 知道意思嗎 參軍府 杜魯門 艾森豪 卡特 他們都說台灣 都沒有說台灣 可以給誰 你看 只有中華民國在台灣島 沒騙 卡特總統 大家 宋美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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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淪陷給中共統治 因此承認一個中國 完全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對的 實施所有中國主權 但是不涵蓋台灣島 中國永遠 從來沒有涵蓋台灣島 日華台北條 那時候簽訂的時候 我們外交部長 ROC外交部長 叫葉公超 他在立法院 有人質詢 他在解釋一下 這個 台北合約第十條 是在說什麼 他說究竟我們合約 沒有規定把這些島嶼 歸還給中國 有沒有 民國四十一年 中華民國沒有台北的主權 只有管轄權 你自己人就這樣說 剛進來的時候 他們真的是沒有說謊 可是後來跑不掉了 就開始說謊 那當時的立法委員 那台灣 澎湖什麼地位 你說這兩個地方 正由我們控制中 但是微妙的國際形勢 他們不屬於我們 你看 日本沒有權力把台灣跟澎湖 轉移給我們 所以 所以當時要說 台灣 當時要什麼時候 中華民國用台灣跟澎湖 沒有 剛剛已經講了 吉田茂跟杜勒斯也說沒有的 外國跟澎湖都說沒有 所以外國跟中華民國都說有 誰說得對 你們自己人就這樣說 越宮超的中日合約會談紀錄 我提到美國大使男親 來講 你們在擬定這個中日合約的時候 你要注意 避免使用技術上的詞句 來暗示 台灣已經因為 條約的簽訂 而在法律上變成中國領土 說 你們在簽的時候要好好吃 不要忘記了 不要有些暗示語言 不要誤導民眾 你再在告誡 台灣不是你中華民國的 孫中山 支持台灣獨立 怪的 1920年 看看 毛澤東 你自己人就說台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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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說台灣是你們的 你說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國土 是怎麼喊台灣獨立 這不是很矛盾嗎 那時候1936年1938年 那時候日本人在管台灣 對啊日本人在管台灣 你怎麼畫台灣獨立 你應該說我們要解救苦難同胞 我們要解救台灣同胞 回歸祖國 對不對 你應該要言行一致 自始至終 台灣都是你祖國的一部分 你知道解救台灣同胞 對不對 關乎台灣 你怎麼不說 這不是你們家獨立 他就唱到了 進來了 我來看說他們家獨立 那以前是我們家獨立 你們祖公的時候 你們阿公的時代都不會掉 馬關條已經割浪台灣島了 你如果說的時候就已經割浪了 你如果說死聰聰聰的時候 你繼承的時候也沒繼承到台灣島 憑什麼台灣變成你的 聽懂的意思 馬關條在割浪之後 清朝滅亡 中華民國繼承清朝 滿清國 可是滿清國 那時候並沒有擁有台灣 所以你沒有繼承到台灣島 亂來 胡適周恩來也說 好來 事實證明 毛澤東跟蔣介石 在每日太平洋戰爭 結束之前 對台灣不敢有野心 可是現在毛澤東 想要接著中國政變成功 要順手牽揚 把台灣順便帶回去 對啊 我們繼承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擁有台灣 澎湖 我們中共國就擁有台灣跟澎湖 他要來拉 他要來拉 澎湖 中共要打來了 兩岸中國人 都在騙台灣人 今天時間有了 大公報 我們也說過 台灣不是中國領土 非正式屬於中國領土 沒有 流氧政府 最後 中華民國憲法 從來不擁有 台灣島 從來不擁有 在這裡就好了 這禮拜 有機會我們再看 好 今天到這裡 謝謝大家 各位同行 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楊家璋 楊老師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 麻煩 小倔 Marco